这样呢我们把这个数据就压缩的很小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三维当中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地面 然后呢我们再去看 在这里面还有一些部分 比方是这个3D的这个部分 你看它就会变成这个锥子 变成锥子 这就是这个地方是否你要使用锥子的形状 然后呢我们现在讲如何约束它的这个 呃场景的大小啊 呃它的方位啊 比方说在这 我选中地面的点 我看一下在哪个地方选地面的点 比较合适一些 选中地面的点以后点右键 把它呢放置到我们的 这个网格平面上 这就是调整它的方位 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调整 比方说 这个这个方向是Z轴方向 你要需要调整它的Z轴方向 比方说像这个 加油站这个顶棚 虽然这个顶棚可能是多年 有可能是歪了 但是我们讲一下方法 比方说找到一个点 我希望这个点呢 和和前面这个点呢 形成一个Z轴的一个重方向 我看这个时间如果不够呢 我稍微延长一点啊 比方说我Country 加奥特键锁定一个点 然后呢我开始做 比方说我前进一帧 再前进一帧 至少需要三个点 至少需要三帧来处理这个 但是我稍微多一点呢 计算会更好一些 你看现在呢 下面提示已经做了六帧 那我再做一帧 就这样吧 我把这个原理给大家讲清楚 然后回来 这就是我们先做的这一帧 这个帧呢 没有世界坐标 把它升级一下 它世界坐标有了 有了以后呢 我把这两个之间 比方这个 Shift选中 这两个之间呢 我们把它必须 强行指定称Z轴 这样的 还有场景的大小 比方这两个点之间 大概多少公分 比方说50公分吧 那你就回来 把这两个点选中 在这呢 关于Size 大小 场景的大小 增加一个标尺 我们可以呢 在这选择50公分 回车 场景就被放大了400多倍 然后我们再到场景里来看 因为放大了很大嘛 所以场景就变大 在这 然后呢 我把这个 这个锥子打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比对一下场景 那1和2 1和2都选择它 1和2都选择它 那就选择这一项 把两个呢 覆盖起来 在三维模式下看 对 你需要把你的相机呢 导出 导出相机 导出相机以后 我们把相机锁定 把相机的面板打开 把相机选中 现在呢 我们就希望呢 把它叠加到一起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呢 看一下是否 我们跟踪的是否正确了 检查了 然后你反复播放 看一下你跟踪是不是对 如果对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做下一步 OK 比方说我们现在已经做对了 应该是做对 现在错误率是 0.43 这一日